片岩折玉 为老师做示威 孔子很满意 自从我有了子鹿以后 就没人敢当面 对我说一句无理的话了 子鹿虽然有点鲁莽 性情却是正值忠贞 他很孝顺他的母亲 他穿着破旧衣服 跟穿着狐皮袍子的阔老 站在一起 毫不觉得自己比他们低贱 最难得的 是他的诚实 答应办到的事 一定立刻就办 绝不拖延 子鹿真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啊 片岩可以折玉折 恐怕只有子鹿了 片岩指极少的话语 折玉指判决诉讼案件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 能用简短的几句话 做出正确判决的 只有子鹿了 这是因为子鹿诚实公正 明于决断 他说的话 人们都幸福 所以不用多说 后来形容措辞 惊念明觉 善断是非 就叫片岩折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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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